生命旋律 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 刘奇篇稿 于爱莲主持 最大的事件 当美国第一位太空人 岩士堂登上月球的时候 当时的美国总统 认为见到自己的国家 在太空科技上面 有这么好 这么却越的成就 他就很开心 所以他就很兴奋地 带着小小的骄傲地说 人类的脚踏上了月球 这个是人类历史上面 最伟大的一个时刻 后来 我们这个世纪 最被神重用的报道家 郭培里木斯 就特别糾正总统的这句话 他说 平心而论 人类历史上面 最伟大的时刻 并不是人类的脚踏上月球的 那一个时刻 而是当这一位 又无限又永恒的神 以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份 来到人间的那一刻 我呢 真是很赞同 郭培里木斯的说法 没错 在这个地球上面 的确没有发生过 给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 更重大的事件 因为这件事 和地球上面的每一个人 都息息相关的 今天 无论是信神 或者是不信神的国家里面 都接受以耶稣基督 为重心的年代计算表 你知不知道 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年代 就会被称为主前的 多少年多少年 而耶稣基督降生之后的年代 就会被称为主后的多少年多少年 那你说 是不是很神奇呢 有一位三岁多大的小女孩 她很认真地问她的父母 我们住的那间屋 是不是神做的 天上面下来的那些雨 是不是神做的 接着她又问 那为什么神不由天上下来 和我们住在一起呀 在她旁边听到她发问的姐姐仔 有点不耐烦地说 有关神的事 你问够没有 看完了这段的描写 我自己就在这想 在我经常遇到的人里面 他们时时在问什么的问题呢 我有没有用心地去回答他们呀 或者就好像这个姐姐仔那样 都是很不耐烦地问 你问够没有呀 我发觉 在大部分的成年人 他们希望知道的 并不是神为什么不降下来 和人在一起 而是神为什么要用 这么平凡的方法 降下来和人住在一起 其实并不是神 没有想过要用一些 更加惊人的方法 降临到这个世界 而是因为我们人 自己本身的软弱 令到神只好用这样的方法 让我来做个比喻 来解释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米尔是一个盛产药物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位牧羊人 他很有钱的 他不单只拥有几百石的羊 而且还雇用了一些牧人 来帮他放羊 不过他那些牧人 在放了羊一段日子里面 发觉羊的数目开始减少 几乎每晚回来点羊的时候 都发觉少了两三只 这位主人就吩咐牧人 去找回那些不见了的羊 但是这些牧人 因为不想那么辛苦 又怕会遇到猛兽 于是他们都不敢冒险去找 那怎么办呢 后来这个主人 因为他很痛爱他的羊群 就决定自己亲身去找回他的羊 不过你知道吗 那些羊虽然蠢 他又容易迷路 但是他们也有一个特性的 就是会认得自己的牧羊人 和牧羊人的声音 而且他们还很固定的 绝对不会肯跟其他牧羊人走的 这位主人平时都没有带过这些羊 所以他心里就在想 哼 我如果自己去找 那些羊一定认不出我的 因为他们都没有见过我 他们只会认得我的牧羊 但是我的牧羊 他们又不敢去 那怎么办呢 后来他就想到一个好办法了 啊 我可以变成羊的羊 出去找我的牧羊 那他们就肯放心跟我回家了 于是他就拿了一张羊皮 披在身上 变成了羊的羊 然后就真的出去 找回那些迷失了的羊 他在荒山野地里找 又在一些沿岸超壁到处里找 找啊 找啊 终于让他找到几只迷失了的羊 又找到了几只受伤的羊 这些羊以为他是自己的同类 就安心地跟着他咯 等他将所有迷失的羊 都带回家之后 这位主人呢 他就将披上的羊皮拿回来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羊嘛 他是人来的 他要由人变成羊的羊 其实就是为了要拯救那些迷失了的羊咯 同样的 耶稣基督原本就是神 他为了要降生在马祖里面 同人一样 由一个无助的婴孩生命开始 向人显示他自己 就是为了要亲近人 来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类 从人的角度来看 神透过了降生为人 这个好像这么麻烦的过程 来拯救人 好像不是这么高明啊 但是我们绝对没有想到 这个正是最能够击败魔鬼的罪佳方法 宗教的改革家 马丁路德 说到他看过 在灵界里面发生了一件事 他说 有一位全道人 当他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至四节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值着他做的 凡被做的 没有一样不是值着他做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接着他又读到第九到第十四节 里面说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值着他做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命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兵 作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道成了欲生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马丁路德就说 当这个全道人 他读到太初有道的时候 魔鬼就立刻不敢动 静了下来 但是 等这个全道人一读到 第十四节 道成了欲生 住在我们中间 这句话的时候 魔鬼就拼命地跑掉了 原来耶稣基督降生为人这件事 有这么大的威力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 我们要看重神成为人 来拯救我们的这个真理 千万不要上了魔鬼的当 上个月 教会的牧师 和我们分享了有一件事 是在圣诞节之前的大概两个礼拜 有一间学校请他去和同学分享 在去到的时候 学校的校长就和他说 如果分享的内容和圣诞节有关 这样就都可以的 不过千万不要提耶稣基督 牧师就会得说 圣诞节不提耶稣基督 那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了 牧师很感慨地跟我们说 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 很多的活动都不容许耶稣基督的存在 结果就被魔鬼撒旦有机可乘 就让我们同心合意地去祈祷 祈求神给每一个人 都能够更深地去体会到 神存在在我们的中间 祂的拯救是多么宝贵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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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想你放下 世上痛在我身 但经痛在你身 似你为我修复破碎身心 惧怕我再占等 但你永迷放生 再约我奋斗 陪着我走 耶稣 你总更迫着我共同风暗 莫在恐慌 转弯为是恶心 更处方 月光 效效一切 救错心 全力我 更靠着 建设你放下 耶稣 你总更好着我共同风暗 莫在恐慌 转弯为是恶心 等着我 月光 效果一切 救错心 全力我 更靠着 建设你放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党 合cono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